当地时间4号 希腊多地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 雅典当天最高的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 受酷暑天气的影响 希腊的著名景点雅典未成临时关闭 希腊相关部门已经向部分地区发布了火灾预警 近日 希腊持续受到高温侵袭 4号当天 希腊多地高温天气继续肆虐 多个城市的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雅典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 在雅典街上 为了防止烈日暴晒 许多市民不得不戴着帽子或打着遮阳伞出行 还有不少市民和游客聚集在树荫下或喷泉边避暑降温 炎热的天气让人们叫苦不迭 受高温天气影响 希腊著名旅游景点雅典未成 4号临时关闭4个小时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 希腊政府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 同时为当地老年人提供了装有空调的房间避暑 希腊政府还在部分地区发布了火灾预警 据气象专家预计 本轮高温天气有望在未来几天得到缓解 感谢您的观看